心跳停幾個鐘 復活南見上帝翻生 有這麼神奇的經歷的 就是美國這位仁興男 他去年聖誕前 在家裡心臟病發 沒有心跳幾個鐘 醫生都斷定他已經死了 不過之後居然奇蹟醒醒 他說在鬼門關徘徊 入了一間白色的房間 感覺非常平和和超現實 不肯定不是夢境 長帝還跟他說話 之後天使就帶他去第二次機會的門 有醫生護士叫他的名字 沒多久就回到人間 他說經過這次死亡之旅 知道人死後不孤單 是真的假的 真的不知道 不過死過翻生 真的要學回嚇傷的老婆仔了